大家好,欢迎收看曹哥说电影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部恐怖片《恶口逃生》 男主角小黑是剧组里默默无闻的场务 每天在剧组只打下手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不过他的女朋友阿花倒是长得倾国倾城 这天阿花来到了小黑的剧组 还带来了他的宠物小长矛 当天,剧组在游泳池旁拍摄完电影 留下小黑一人收拾现场的垃圾 收拾着收拾着,他就把自己收拾到了游泳池里 随后躺在气垫床上享受一下 还顺便给小长矛丢了一个球 这球滚着滚着就滚到泳池的机房里 地上的报纸写着有一个动物园的鳄鱼出逃了 小黑的好友的眼睛男最近要出去旅游 他还告诉小黑今天就离开这座城市 泳池也不打算开了 水渣也已经放水了 眼睛男叫他上来,还把男主角的小狗绑了起来 因为怕他胡乱跳进水里,多危险啊 接着眼睛男就走了 男主角则继续躺在气垫床上,还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发现 我的天啊,泳池已经被抽了一半的水 小黑快速地到了旁边想爬上去 但是距离太远了,爬不上 这时刚好他的女朋友 也就是女主角阿花打了电话过来 电话随着震动前要掉下来时 小黑心想,有救了 没想到在另一边的小狗一个不小心滑了下来 小黑放弃了电话 快速地游过去拯救小狗 不然小狗就会被勒死 不久后,阿花来到了这里 看到了正在睡觉的男主角 想跳下去吓他一下 这时小黑刚好醒来 马上叫阿花别跳 小花变慌张,滑了一下 头翘的跳水台掉了下去 造成了后脑勺被割破了 不停地流血 小黑快速地找了一条丝巾 来帮阿花止血 就这样到了夜晚 突然有一只鳄鱼闯了进来 小狗对他怒吼 结果鳄鱼不小心踩到了钢管 掉进了泳池 把小黑吓个半死 但奇怪的是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 泳池的水被抽干了 鳄鱼并没有袭击他们 而小黑为了处理阿花的伤口 四处寻找看看有什么东西能用的 结果发现了一卷在鳄鱼嘴里的胶带 就快速地偷走胶带 还差点被咬 接着处理完阿花的伤口后 小黑把出水口的盖子打开 准备逃走 没想到鳄鱼竟然抢先一步跳了进去 这可好了 但是阿花受了伤 必须尽快把他带去治疗 自己也只好先出水口 在里面寻找出口 幸运的是被他找到了出口 不幸运的是 居然被锁着 这时他透过镜子看到 鳄鱼爬回了泳池 想要吸吸阿花 他快速爬了回去 马上将鳄鱼给甩了出去 而阿花也苏醒了 第三天 小黑突然有点累 直接晕倒了 到了夜晚 他被阿花给叫醒 第四天 小黑发现这只鳄鱼是母的 而且还产下了一堆小蛋蛋 自己就假装晕倒在前面 射了一个陷阱 把鳄鱼引了过来 掉进了出水口 再快速地盖起来 而阿花也快速地 把沙发推了过去 挡住了出水口 把鳄鱼困在里面 再把他的小蛋蛋给煮来吃 接着填饱肚子的他们 夜晚便计划 跟鳄鱼调换位置 在出水口寻找出口 第五天 便打开了出水口盖 把鳄鱼引出来 再快速跳了进去 盖了起来 第六天 他们听到外面有声音 小黑就爬进了泳池求救 怎么知道 原来是个遥控飞机 在这时 突然刮起了大风 亮一声吹了下来 小黑不想错过难得的机会 就忍着疼痛爬了上去 没想到 就当要成功的时候 绳子断了 摔了下来 脚还不幸地摔得骨折了 不料 鳄鱼又前来袭击小黑 他快速地拿起水桶 拼命地揍了鳄鱼一番 才把鳄鱼给赶跑 到了夜晚 小黑自利用沙发压着鳄鱼后 再次逃进了出水口 继续探索出口 幸运地发现了一个 能打开的出口 不幸运的是 居然是通道隔壁的泳池 正让小黑无比的绝望 第七天 遥控飞机又掉进了泳池里 赶来的笨蛋和傻蛋 为了取回飞机 就绑了一个梯子放下去 听到动静的小黑 快速跑回了泳池 但是 捡好飞机的笨蛋和傻蛋 也刚好离去了 又下起了大雨 而小黑发现了梯子 但不幸的是 又被鳄鱼给缠上了 便展开了一番打斗 没想到 绑着绳子的梯子 突然被红银土管给卷走了 弄得小黑再一次陷入了绝望 这时饿了几天的鳄鱼 正在慢慢地靠近小黑 正准备享用它 还好阿花吹起了哨子 小黑再一次地鼓起了勇气 随手拿了一只棍子 塞进了鳄鱼的嘴里 但不幸的是 听到了哨子的小狗 以为主人在叫它 便向小黑的方向跳去 但是却被绳子给勒死了 之后 小黑愤怒地拿了一只铁棍 插进鳄鱼的嘴里 给了致命一击 最后他借用小狗的尸体 爬了上去 成功拯救了阿花 这个故事想表达的应该是 如果你想在游泳池里 在气垫床上睡觉的话 绝对不要找那么深的游泳池 不然醒来发现没水了 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